香港電台新聞報道 晚上十點,現在又陳宇謙民道新聞 蔡政司司長生進和和本港經貿代表團 結束在哈薩克的四天訪問行程,明天下午返港 蔡政華在行程中一個商務五七會上次次提到 香港和哈薩克是一帶一路下 擁有多重、擁有重大的機遇 在多方面加強合作 能夠帶來明顯的協同效應同利益 他建議當地企業善用香港獨特優勢擴展業務 開拓中國內地以至全球加龐大市場 蔡政華又拜會阿拉木圖市市長 雙方期望加強在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合作 市長歡迎更多香港旅客到訪阿拉木圖 民航署表示,由下個月底開指隔四個星期內 每日將減少九十多班航班 佔全日總升降量大約8% 處理民航署助理署長張秀德表示 民航署計劃調整航班升降量 已順利過導致新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 張秀德表示,港人的旅遊熱點 例如東京、首爾、台北和曼谷等等 在這四個星期內,仍然維持每日不少於四十班航班 而較多人前網架長線目的地取消的班設 佔同期航班總數少於百分之七 元朗進言方發生的重訪案 觸發石油器官爆炸波及附近大廈 我扶眠的重訪案 ğer一旦